每日潮汐掌落的时间 月向圆缺的日子等 是大自然出现的周期现象 数学家与科学家常利用正弦或余弦函数 描述这些周期现象 建立数学模型 进而解决问题或进行预测 前面几支影片 我们介绍了透过 正弦及余弦函数的平移与伸缩的变换 可以产生各种不同周期与正伏的函数 y等于asin bx-h加k 而科学家关心的是 波动现象随时间的变化 因此习惯上会把函数的自变数x改成t 来呈现数学模型 以求得一些参数 譬如在实验室中 以试波器观察一波在某介质中前进 并记录波随时间的振动高度 若此波可以表示成 y等于2sin 3t加4分之π加5 我们将y等于5称为基线 而正弦函数图形中的最高点或最低点 至基线的垂直距离就是正幅 其值为2 t的系数3为角速度 而4分之π则表示为向位角 解答 y的最大值7 及最小值1 基线为y等于4 正幅为3 角速度为2 向位角为5分之π 解答 a等于3 b等于4分之π k等于5 接下来 我们将利用一些例子 说明如何用正弦或余弦函数 描述周期现象 举例来说 因为潮汐现象 我们特别记录了某港口某一天 从零时到二十四时时间t小时 与港口水深y公尺的关系 如表所示 设y等于f of t 是某港口水深y公尺 关于时间t小时的函数 其中t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24 经长期观察 y等于f of t的图形 很靠近y等于a sine bt加k的图形 其中a大于0 b大于0 小于二分之π 则我们想求 ab与k的值 因为我们假设 y等于f of t 等于a sine bt加k 将t等于0 及y等于8代入 得8等于f of 0 等于a sine b乘以0 加k等于k 所以k等于8 我们观察最高点是12 最低点是4 也就是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距离 为8 所以正幅a等于2 分之12减4等于4 我们再把a等于4 及k等于8 带入y等于f of t 等于a sine bt加k 得y等于f of t 等于4sine bt加8 最后在b大于0 小于二分之π的条件下 即将t等于3 及y等于12 带入 我们得b等于六分之π 再将b等于六分之π 带入 我们可以得到 y等于f of t 等于4sine 六分之π t加8 我们画出y等于f of t图形 如荧幕所示 解答a等于3 b等于六分之π k等于15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在实验室中 以示波器观察一波 在某介质中前进 并记录波随时间的 震动高度 相关数据如表所示 观察示波器内的图形 对应数据 可以约略看出这个图形 与正弦函数的图形类似 因此 我们选用形如 y等于a sine bt加h 加k的函数 来描述这笔观测资料 我们要根据数据 求出函数 y等于a sine bt加h 加k当中的 abhk的值 其中 a大于0 b大于0 h大于等于0 小于2π 由图中可观察出 波的最高点为17 最低点为9 因此基线为 y等于13 得k等于13 又由最高点至基线的距离 可知正弗为4 得a等于4 又当t等于3 与t等于11时 波的高度有最大值 可知周期为8秒 因此 由b分之2π等于8 可知b等于4分之π 我们将a等于4 b等于4分之π k等于13 代入y等于a sine bt加h加k 得y等于4 sine 4分之πt加h加13 我们用y等于4 sine 4分之πt加13 与y等于4 sine 4分之πt加h加13 做比较 y等于4 sine 4分之πt加h加13 图形是 y等于4 sine 4分之πt加13 图形 向右平移一单位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y等于4 sine 4分之π 括号t-1加13 等于4 sine 4分之πt-4分之π加13 又因为h大于等于0 小于2π 且sine函数的周期为2π 所以最后得到h等于4分之7π 另外我们也可以带两个点进去求h 因为将a等于4 b等于4分之π k等于13 代入 可以得到函数 y等于4 sine 4分之πt加h加13 图形 或1 13 我们得到 sin4分之π加h 等于0 所以h可能为 负4分之π 4分之3π 4分之7π 4分之11π等 右过3 17 所以得到sin4分之3π加h 等于1 那么h可能为 负4分之π 4分之7π 4分之15π 彼此类推 右h大于等于0 小于2π 我们取h等于4分之7π 综合以上 符合图形及数据的函数图形为 y等于4 sine4分之πt加4分之7π 加13 解答 a等于36 b等于12分之π c等于64 数学家与科学家常利用正弦或余弦函数 描述大自然界的周期现象 建立数学模型 进而解决问题或进行预测 透过正弦及余弦函数的平移与伸缩的变换 可产生各种不同周期与正幅的函数 y等于a sine bt加h加k 我们可根据图形或资料找出适合的正弦函数 本支影片利用实力说明 利用正弦及余弦函数的平移与伸缩的概念 帮助我们给定图形或资料数据时 如何用正弦或余弦函数描述周期现象 这些例子不生美举 同学们要长家练习哦 最后我们已经学完 有关三角函数图形的内容 不知道同学们有什么心得及想法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